CST-GPT是一种机器学习模型 是通过学习大量的语言数据来产生的 尽管可以生成高质量的内容 但由于其训练数据的不确定性和模型的限制 其生成的内容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美之处 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文本生成结果 需要加入自己的判断 通过加入自己的判断 您可以提供关于生成内容的反馈和指导 从而让TIC更好地理解您的需求和意图 进而生成更适合您的内容 此外,加入自己的判断 也可以协助TIC解决一些模糊 含糊或不确定的问题 提高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准确性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你们了解到一件事情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简报内容 我想如果今天我不懂 我不是在这个领域的人 我觉得很不错了 这个就是CHIP-GPT它最棒的地方 它可以快速 假设你没有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那请问它可以及时的来去搜寻 例如说但不是台湾 很可惜的是 它讲的这五个主要 现在流行在市面上的 是2021年之前的流行 而且在什么地方流行 可能是大陆 可能是美国的流行的毒品 请问一下 这只有我们当地你要去宣传 假设我们根本就不用去宣传大马 我们假设要宣传的是另外一种 你是不是就会变成 你根本就没办法去做 有效的宣传的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是CHIP-GPT它做不到的 好那你会说 如果花20块美金 就是每个月花20块美金 我就可以得到更新的资讯 可是很可惜的是 它的那个资料库 收集台湾的资料是很有限的 这不是钱能够解决的 这个还是要发展 我们自己的足够大的资料库 才能够解决这个 这个一定存在的问题 甚至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去做一个我的自我介绍 我只要打我的名字 它就可以搜寻出我的一系列 有我的证兆 我的什么 真的很可怕 这都是CHIP-GPT做得到 因为我在2014年 之前写的电脑书籍 它都找得出来 好这真的是很不错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机器有些是做不到的 好了我们接下来 我要请你们把这些内容 能不能再做一个调整 例如说好了 请问一下 我深层的跟这位学长深层的内容 也不一样对不对 好这也是大家可能会问的问题 就是说那你要一样 还是你要不一样 你觉得一样好还是不一样好 不一样比较好 为什么 那代表说他抓出来的 请问我这边第一个是K他密码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另外一个人他找出来的第一名 可能不是 反正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问法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他深层出来的内容 有可能会不一样 就算说你问他一样的内容 请他再次深层 他也不会深层一模一样的内容 请问一下 那到底是第一次深层的比较好 还是第二次深层的文案比较好 这样听得懂吗 他只会给你一个文案让你去选择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加入你自己的判断能力 所以专业的人绝对不会被淘汰 还有你假设针对像他这边说 这个五个里面 你们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个毒品是台湾 台湾有的 但是我这边没有的 K他密大麻海洛因 还有没有什么一个毒品 安菲他密好吧 我现在就告诉他说 我觉得这个 在台湾还有安菲他密 必须要知道这一种毒品的捐盗 好请加入 请加入 请加入安菲他密 这种毒品 可以可以理解吗 重新生成这一份20张投影片的简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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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